大家好, 今天又是這個二人相吹時間 又是我豬隊友出場的時間 唉, 喊得好慘, 喊得有些人貢獻一下 大家如果聽上一段留言都應該知道我病了, 聲音那麼靜感 你看, 今天好了之後, 聲音多響亮 講那麼多都是無苟惠惠的 今天我最想講的一個 topic 當然是這個大陸賺錢, 賺真銀 袁詠儀的兒子張慕彤在IG上問他在哪裡 當然是英文, 翻書仔 他就說是不是在中國? 他說不是, 其實他就在香港 那表達的意思呢? 那些人呢, 有些人就說他 Abolisham 那你就說, 咦? 那你是不是認同這個 港獨呢? 喊, 講多一點吧 那我開始聽到我豬師奶這樣跟我說 我都說, 咦? 不是在香港有什麼問題? 那人家可能真的不是, 或者不是在中國有什麼問題? 那可能現在真的回不了內地 我自己想回探春也回不了 那當我深入了解一下, 看了魔童的IG 那些劇圖那些東西呢 那發現原來, 為什麼他說 咦? 我不在中國會這麼大迴響呢? 喂, 我夠... 即是我回不了大陸啦 原來他的照片呢, 就是在香港拍的 即是在中環那個摩天輪那裡拍出去 那寫著, 我不在... 人家問他是不是在中國? 那他就說, 現在不是中國這樣 那有些人就把那些事件包帶 就說, 你在香港, 竟然說你不在中國 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我才明白這一刻, 原來是觸自失 那其實跟小S之前那件事呢, 就差不多了 那小S呢, 就... 如果有看開台灣綜藝節目 就知道小S絕對是偏藍多於偏綠 那怎麼分藍綠呢? 那藍就是這個馬英九的派啦 那由綠呢, 就是小蔡蔡子啊 還有陳水扁, 免煎蛋 那藍綠呢, 就有分的 那小S怎麼看都不會是一個台獨的藝人 但竟然他講了一句話 什麼台灣的選手, 他用國手這個terms 那樣就吃了招招了 那有時候, 藝人都真的幾... 你可以說他慘, 我又不知道他是不是專門 但是這樣被人捉自失, 這樣令到人氣下滑 或者直接影響飯碗, 那就真的好像有點... 我自己覺得... 那我想問問問你, 張冒童 其實冒童, 你姐姐就快3B啦 改得名字都是想要那樣東西, 是喜歡 那冒童很明顯他就是想要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 就是我這樣聽他的訪問, 改他的兒子的名字 但是現在好像他自己白色恐怖, 恐怖的兒子 喂, 這樣一定啦 因為現在, 你多久有沒有見過張志琳和袁靚靚在香港出現呢 人家現在一早已經... 買包包的時候就出現了 就是現在一早已經回到大陸發展了 人家現在近年, 有些人氣節目, 比如說什麼 《妻子的旅行》、《披荊斬擊的哥哥》這些 在大陸發展都不得了 喂, 你知不知道一個什麼十九節目呢? 一季, 我在說其他那些我就不知道啦 只是我們在說周杰倫的X, 很披馴 一個節目上好像幾集而已 二千萬人仔啊, 大佬 當然啦 喂, 如果不是阿爺為什麼會出手干預這些 天鴿片酬啊, 演出費啊 因為大陸真的都不是錢 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看呢?大家覺得 不妨留阿賢, 雖然你們這些粉皮經常都不留言 但我真的覺得很悶 通常就是香港已經不紅了 什麼富穎那些, 回到去那些 雖然它不是一線城市, 不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但是它都紅的喔, 富穎都是它的市場的喔 所以香港呢, 真是拿來出名的地方 絕對不是拿來賺錢的地方 全部人都是香港, 打算出一出名就消失了 好像很多名不經傳的四線三、四線小新花彈 喂, 人家每個都買樓了 你在香港有沒有見到它出租? 我真的沒見過 但是每個都買樓, 風山水起就全部回國內了 只要出了名就行了 在大陸這麼多人, 每人跌一仙啊 你都不得了啦 那你又怎麼看呢? 袁詠儀出名什麼? 出名他除了跟阿神同輝過去那一段 他還出名買包包的 當然啦, 找得來就使得去 他買包包呢, 說的是Hermes頂級VVVIP 那VIP就是你買了不知多少個平價版 或者是高階版, 你才可以買到VVVIP 就好像阿甘比那樣 有一宗新聞說, 林峰的老婆 穿一件Chloe的大衣服 迪麗熱巴有一件, 幾萬元 那他那件呢, 人們就串他了 哇, 大佬, 你那件是淘寶來的 如果你是林峰, 你覺得沒面子啊 還是老婆很省家呢? 蛤? 為什麼會想像到他老婆用淘寶的東西? 因為那件是真的漏的 真的漏的? 人家對比, 好像阿陳慧琳用假袋 一眼識貨的一眼看到 那也是啊 好像我最近才學會了怎樣分真Rance 和淘寶Rance的分別 可能是一剔一畫 和一剔多個波浪 就已經分到真假 我真的不懂, 你用開的人才懂 對, 人家說得應該都對的 那, 省不省價 都... 男人來說應該是好的嗎? 這個做法 我會叫他下次買淘寶東西的時候 就是... 買一件真點的? 是啊, 喂, 賣啊 都有3A啊, 10A啊那些分 我不知道啊, 聽人說啊 就是... 你現在有件衣服 那你穿出來 那麼多人看 那當然買一件貴少少的A貨 真的真的不要買了 喂, 都不知道值什麼錢 名牌我真的不懂看 你不懂的 那些女人一盤死 就是不吃飯 都是要買那個名牌袋 哦, 那我覺得有時候用名牌 這些東西呢 真是看你的人的 正如你一個20歲小妹 戴著地通拿 和一個40、50歲的審制的地通拿 可能前者是真東西 後者是假東西 但我都會仍然相信 阿姐是戴真東西 小妹戴假東西 就是這樣而已 你的人能不能撐起來 你這件事都不相信 嗨, Hi, Warton 嗨, 你在哪裡 我現在在China做事 好啦, 又說回阿摩 阿摩和這個 被人貼上港獨標籤的一個 我認為是捉字失 怎麼這麼說呢 在社會運動的時候 是說遠一點的 人家都要灌灌上港獨 這件事 避免不了說遠一點的事情 那好像港獨的時候 我有印象 我就這樣看 就是見到 出得來 都是香港學生多 你有沒有見過鬼仔鬼妹衝出來 那摩童是讀國際學校的 正如她IG剛剛出了一張照片 她就有一個 她們叫做金髮美女 鬼妹美女 是不是她的女朋友呢 問好 那人家的整個環境 全部都是外國人 不要說鬼 鬼怕有人說不尊重 是不是 我會有形容她是鬼科這麼漂亮的 外國女人 女生 那她會不會真的 有這些顏色的概念 很濃烈呢 我自己認為不會 因為 外國人 其實你當她是外國人 不如 在國際學校長大的小朋友 我覺得她都 並不是一個 純正 傳統的 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 因為她們的概念 看那些東西 或者她們整個圈子 其實都不會太理會這些東西 以我所識的 一些獨國際學校的朋友 小朋友 她都不會理會香港新聞的 就算你出去 啤哩啤哩啤哩 扯天扯地 搞這些搞路都好 她們都不會參與 甚至乎 可能在她的世界裡都好 只不過是 不想幫我 在家裡開派對 或者在家裡開派對 所以你突然之間 說一句 這樣可以抓自失 其實她是不是 真的這麼顏色化呢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她 不會 可能她根本都沒有這個概念 你不要說 一個獨國際學校的 小朋友 14歲 或者一個本地學校的 小朋友 14歲 可能她都已經 這些方面都已經 不再特別濃烈的了 因為太觸食了 香港人 一套戲 上畫下畫 四十幾天 六十天 都可能已經覺得夠了 你不要說 這麼久的新聞 所以我覺得她 這次是 抓自失的 但是 袁靚靚真是不得了 就是 Chi Lam 娶到她 我覺得她是撿到 因為袁靚不得了 撿到 大家如果有知道歷史的 靚靚的底花都不花 好像跟有錢的過蟲甚密 你OK嗎 英雄莫問出處 那叫英雄 我常常覺得 躺下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你也不要說 別人太多的出生 大哥 那女兒她這樣 然後買袋 弄個什麼 一百萬的名牌袋 貴 好像Terrace 哪個 賭命夫妻 你可不可以 你聽我說 你跟別人 開始 結識之前 別人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你真的 沒什麼資格干預 或出聲 因為你心 對方的心靈 都沒有出現過 那你怎麼可以 要求別人 或者 一定別人要跟著你的 要求 或者你價值觀做人 這個是因為她不認識你 她認識你之後 可能為了你改變 可能為了你 去審視自己 踏上證圖 跟你生成正果 這樣行不行 那你既然接受 我覺得 你就不要太管 以前過去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介意 倒不如不要開始 或者 立刻斬藍 都過了這麼久 那就不要勾太久的事情 我覺得又有些 不公平 但如果買袋 買到你放 說真的 你買不買到袋 二千萬一個show 然後不斷買袋 其實她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呢 不是的 就是什麼 我沒有本事 找不到錢 你又找不到錢 那就買一個袋 那你就可以買菠蘿包 你可以買個菠蘿包 每天買個兩個半菠蘿包 回來整個菠蘿包櫃 視乎你自己的收入 和你的價值觀 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宣洩自己的情緒 或者壓力的窗口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 很喜歡吃東西 會用吃東西減壓 有些人很喜歡做運動 用運動瘋狂的減壓 那你就不可以說 哇 你要做這麼多運動的 行不行的 很不健康 哇 你喜歡吃這麼多東西 健不健康的 很肥的 但是 別人開心就可以了 找得來就捨得去 那我就覺得 只不過是別人 找得多 差點是貴了 你就放大了 那如果你每天買一百個菠蘿包 回來放在家裡 那沒有人說你 那你覺得 陳奕迅的老婆 徐浩瑩都OK的 是嗎 嘩 可能她賺到錢 你知不懂得欣賞她的 那些 什麼微上流海 然後 很粉紅 螢光 那個人品味 我其實不是很懂得欣賞的 我個人比較old school 我還是穿鬆身植間褲 那些 或者戴頭巾 那些年代 七八十年代 美國兒子那些 那些太前衛 我又未必 真的太懂得欣賞 哎 不要說那麼遠 說回摩童的事情 那好吧 那為什麼我會讚賞 阿靚靚呢 因為阿靚靚一看到 他的兒子被人標籤了 港獨的標籤之後 就立刻在凌晨的時候 就在微博 微博 上面和兒子 向大家道歉 內容大致 就是關於摩童 在社交平台 因為用英語 用語上的失言 造成了誤解 我們及時發言 以及即時作出糾正 也對他反覆強調了正確嚴謹的用詞 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但想到這一次 就一定會受到批評 我們都已經從這次事件裡 意識到問題的所在 就是我們疏於規範華 這個四個字不得了 我平時都不太多用這個四個字的詞語 疏於規範他的不嚴謹的表達 又是一個很少用的字 但又好像內藏很多玄機 實在是我們兩個作為父母之過 今天我想和大家坦誠的是 有些說話需要解釋 有些態度也從來都沒有需要解釋 也好像以往都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 這一次我做出相對的澄清 就是說我們一家人都是愛國愛港的 支持一個中國 是無容置疑的事實 也都會做身為中國人應該做的事 一定不會做的事 多謝大家的口愛 包括和掛念等等 我覺得阿嶺嶺在這段說話裡面 都寫得挺好 而且都挺硬正 很明顯是有公關公司的公關災難 那一定啦 你不覺得他很乞丐嗎 乞丐又為什麼呢 喂大哥 你說句話都不敢說 就算你兒子有沒有這個意思也好 你就是喜歡人民幣都有港幣 才做狗跪低在舔 那你不要說做狗跪低 那可能 我相信每個做人父母的 他不是怕兒子被人攻擊 他是自己怕飯碗不保 那一定啦 主要收入樂園 雖然我都不太明白為什麼他們賺了這麼多錢的人 都會這麼怕有什麼影響 喂其實就有什麼事 你都夠吃啦 就不夠啊 因為下季還有新款包嘛 所以我就說他夠了 哦 那他又沒有說明 都是保護他的兒子 閉嘴啦 他的兒子鬼知道別人的新聞 人家BBCCNN有沒有用英文去報道 他兒子是否懂中文呢 還是一個雙確的點 是啊 他兒子真的不知道懂不懂中文 但是可以這樣去回答人 怎麼說呢 他那個 智商也應該 並不是太高 我自己認為 那 喂 IG玩你問我 我回答 突然間做幾句這樣的東西出來 玩出禍 其實作為一個藝人的子女 十四歲其實很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都作姦犯科 真是no big deal 其實 這件事很明顯 就是某些人 或者中國大陸玻璃心也好 小粉紅也好 喂 但是你作為父母 哇 真是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喜歡李佳心 我不管李佳心的政見是什麼 因為他敢說的嘛 就算我打理你這份工作又如何 我是這樣想 我就這樣說 喂 大哥 你做人做到連怎樣想 你都不敢說的 你真是比做狗 包包 真的 喂 可能他真是 我國愛說的 可能真的 溫少倫感動哭 雖然我知道包包的吸引力 和魔力是很巨大 但是都 就 我覺得這件事 就於 我們看一個媽媽 怎樣去保護兒子做錯事 你這麼好人嗎 保護兒子嗎 不是保護自己嗎 但是 這件事 當然他老公 張智林文哲 一句話都沒有說 這些不是 婦妻嗎 很明顯 所以我不是說 阿智林娶多阿靚靚 都不錯的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都是阿靚靚出來 來擺平 或者去處理 多於張智林出手 張智林一向都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他沒有存在感 以一個明星來說 這麼帥 沒有存在感 他的存在感 不是自己拆出來的 他是因為 英俊人人 不如吸引了過去 但是他自己會不會出來 拆存在感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 就像是法哥那樣 因為不需要 對阿 好人好者 為什麼他經常走出來 打個八甲轉 除非你有新氣上 對阿 但他們已經不需要了 所以就 如果作為一個男人來說 一個太太可以這麼硬正 幫他擋 或者解圍 或者圓搶 都幾不得了 你不是每個人都做到的 這部分 雖然是一個公安公司 但你會不會這麼硬正 這個就是態度問題 我覺得 好啦 那今晚我們就爭拗到這裡 我就繼續覺得 被人包買包包是混蛋 那包包 我都知道 我沒什麼能力讓你買 我只會繼續努力 大家多多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